众所周知价格越低东西越香 之前上汽奥迪K51创 上市的时候起售价都要去到37万多 而现在借助着年薪改款的机会 他们已经把入门价调到了30万元以内 来到了二字头 恰好这款车我们有深度体验过 去过赛道也跑过318 所以我们就去店里面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看看30万的K51创到底值不值得买 这台车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不用我再过多介绍什么 我们简单挑几个重点吧 MEB的纯电平台 然后全系标配83.4度的三约电池 车长4876轴距2965 提供了三排座 是一款纯电的中大型SUV MEB平台肯定绕不开后轮的古沙了 在这没有任何要给它洗白的意思 首先它肯定通过了厂家各种的试验 其次我们亲身的体验 开这台车走318那些连续的下坡 其实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制动力有衰减 其实古沙更大的问题在于世界层面 说白了就是看上去不好看 如果说这台车可以用一个低风阻的封闭式的龙骨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车内的部分首先ID3 ID4 ID6上面一个反人类的车窗控制扭 终于是回归到了传统的样子 这是一个喜大普遍的消息 然后整个座舱的一个智能化体验 如果说这两块屏幕要和国产新势力的一些车机比起来 确实智能化程度还不够 但是如果放在大众奥迪整个体系内 这套车机其实表现还是可以的 中央通道的位置这里做成了一个小的导台 后面是一个开放式的储物格 它让我想起了某些MPV车型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设计 车子回顾的差不多了 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具体的配置 奥迪K5一创它把车型的配置划分得比较细 所以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来搞搞清楚 首先是动力部分 这台车提供了40和50Quattro两种动力规格 分别对应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 双电机版的价格确实有点高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考虑它的40单电机的版本 但是奥迪它在电机功率的选择上又稍微有点保守 像40版本它只提供一个150千瓦的单电机后驱 百公里加速要去到9.3秒 说实话我觉得以它的车身尺寸 用一个200千瓦左右的电机可能才是一个更合适的搭配 锦衣套装和机甲套装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豪华套件和运动套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那至于什么黑武士 白发师 银武士这些版本 其实就是原厂把一些热门的选装件来捆绑打包 做成了一个独立的配置 实际上了解完上面的新衣之后 这台QE创的配置表也就不复杂了 低配40闪耀型 中配40新耀型 还有一个高配的50Quattro荣耀型 实际上这次29.85万的低配闪耀型 是他们新增的一个配置 那相比起中配 它去掉了前排座椅加热 矩阵LED变成了普通LED 轮毂也从20英寸变成了19英寸 总体上来说配置没怎么少 但是价格却降低了1.4万 所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我们觉得呢 这次上期奥迪的Q5E创 最值得买的就是它低配 大概30万左右的这个版本 首先它的动力电池没有缩水 全系都是标配一块83.4度的3原理电池 化重点是3原理 所以它有着更好的充放电性能和低温的表现 CLTC续航可以做到560公里 不用去考虑第三排 你就把这台车当成一个大空间的五座SU来用 它有着一个非常宽敞的后备箱 同时第二排乘坐空间也不错 而且作为好品牌 这台车的整体的设计和形象也都很在线 如果说主要市区里面来用 用它来取代一下风电汉兰达或者大中途 我觉得都是挺合适的 Q5E创这波降价呢 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宝马RX3和同门的奥迪Q4E创 那至少那些对于空间有追求的用户 很容易就被它吸引过来了 而据说之前宝马RX3在降价之后呢 销量很快有了反弹 你觉得同样的剧情会发生在这台上汽奥迪的Q5E创上面吗 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